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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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佛说大佛顶首认言经 大四字菩萨念佛圆通招 言通章书超讲迹 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翻到这个讲迹 四十三页 上次是提到 众生念佛 佛在众生心内 佛念众生 众生在佛心中 我们讲到 书超啊 谭伦大师这一句教诲 好 那 上一次 我们师长老人家提到了 在四十三页 第二行啊 我学了三十多年 就是因为不是祸 所以受了三十多年苦难 受了许多的折磨 一直到现在很幸运 才恍然大悟 我读《华严经》开悟的 悟什么 悟念佛法门 是成佛的第一法门 悟念佛成佛 是十方诸佛 度众生的第一法门 度众生出六道轮回 不出轮回 事情没有解决 而我们冷静看 当前要靠自己的能力 断见识烦恼 出轮回 几乎不是我们的能力 能够达到的了 所以夏连居老居士 遇到这个法门 高兴了三天 把他的书房 改成欢喜斋 太欢喜了 终于能够出轮回了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第一法门 如是妙法性听闻 因常念佛而生喜 很欢喜自己遇到 这么殊胜的法门 我们看 那我们看 祖师 敬祖宗的祖师 应该都是 承德个人的观察 供大家参考 禁宗十三祖 禁宗十三祖 可能都是西方三圣 来度我们的 我们看 偶艺大师 这是敬宗 第九祖 偶艺大师有讲到 念得阿弥陀佛俗 这一句佛号 念得俗 三藏十二部 等于是四十九年 所讲的大藏经 急择教理 最透彻 圆融的这些大臣教理 都在离许 都在这句佛号里面 千七百公案 这个属于禅宗 一千七百则公案 意在离许了 所以教在这句佛号里 禅也在这句佛号里 三千威夷 八万细行 三句境界 等于整个律宗 这些三句境界 也都在里面 所以你看念这一句佛号 经律论 包含禅 都在里面 六字统设一切万法 这个都是西方三圣 这些祖师 来告诉我们的 他们都是不妄语 你真正老实念 那这个是成佛最快的法门 包含印观大师讲的 阿弥陀佛所证之菩提已决道 阿弥陀佛在果地成就的佛果 成就的极乐世界 而我们是被 秦阿弥陀佛一句万德 红明 包色净净 阿弥陀佛果地的成就 佛果 都含色在这句佛号里面 我们很老实念佛 全摄阿弥陀佛的功德 为自己的功德 如此殊胜的法门 从果起修 集修集果 其他法门都要修因得果 这个法门直接从果起修 所以是老阿尚这边讲了 成佛的第一法门 十方诸佛度众生的第一法门 而这个境界 为佛与佛乃能知 那是佛的境界 可是我们肯听话了 就得到最殊胜的利益 所以换句话说 一切法杖里面 我找到了真正的第一宝障 老阿尚悟的就是这个 在真正明了之后 我一切都放下了 专修专宏 现在还有人请我讲认言经 不讲认言 讲大事至原通章 可以 讲这一章行 讲全部的经 或者讲另外一章 我都不愿意讲了 华藏讲堂的同修 请老阿尚讲华严经 也不要讲了 华严经讲什么呢 讲十大愿亡 所以这个讲座圆满了 那边还是星期二星期四讲经 就是讲普贤行愿评理 最后一卷 十大愿亡 倒归极乐 所以从此以后 就专讲净土五经 专宏净土五经 其余的不讲了 换句话说 我们已经试获了 我们讲第一等的 其次的 我们不讲了 留给别人去讲 那讲的人很多 所以老阿尚说 试获了 讲第一等的 当然大家留心 我们听老阿尚讲哪一部经 论言华言的重点 都在老阿尚讲的 每一部经里面 这个大家要留心 老阿尚讲经 都是以他一生 几十年修学的精华 和盘托出 在教导我们 你看华言经 最常讲的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整个宇宙是自己的 心限次变 老阿尚不管讲哪部经 华言经的重点 在里面 包含论言经 论言经是 色心为戒 因戒得定 因定发慧 开智慧是论言 你看戒定慧三学 因戒得定 因定发慧 成佛的是法华 开智慧是论言 而且论言经后面 有五十英模 教我们怎么判断 现在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那这个老阿尚还特别讲了 论言经 五十英模 这些教诲 让我们要会判断 所以这些重点 老阿尚会在讲经当中 寒舍进来 所以我们要珍惜 能够听他老人家教诲的机缘 各部大经的重点 不会漏掉 而后面老阿尚还讲了华行经 而且讲了四千多个小时 大家一听这一段说 老阿尚那时候说不讲了 怎么后来又讲了 这个大家也要观察思维 因为老阿尚专修专宏净土 但是后面太多高深大德齐强了 说老阿尚你不讲华行经 后面没人会讲了 而老阿尚心量很大 虽然专修专宏净土 但是希望大臣八宗 也都能够弘扬开来 因为可能有不少众生 跟这些大臣宗派有缘分 但是华言经是金钟之王 没有人能讲 所以老和尚接受这个奇请 才讲华言经 而且更明确告诉我们 无量寿经是中本华言 阿弥陀经小本华言经 三部经是一部经 包含黄念祖老居士 他注解无量寿经 就是用这个显手中 就是专宏华言的显手中 开解的方式叫十门开启 所以这个我们学无量寿经 也是中本华言 好 那接着老和尚说到了 所以问题就在前面两句 这个众生念佛 佛在众生心念 因为众生要是念佛了 你的佛性就现前了 念佛即是至心现了 佛就在你心内了 所以念佛成佛 这点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 你念佛 佛也念你 你不念佛还是念你 但是你不念佛念 不能起感应道交 就好像父母都念着我们好 可是我们不听父母话 父母只能等待时机来帮我们 所以你念佛 所以你念佛 佛也念你 你与佛感应道交 你不念佛 佛虽然念你 不能感应 不能起感应作用 你本身有障碍 不是佛有障碍 是自己有障碍 那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 因为佛已经成佛十节了 所以祂的愿都已经实现了 祂的光变造十方一切诸佛刹土 所以祂加持我们是没有障碍 可是我们起了妄想分别执着 起了烦恼就形成障碍了 好 所以我们念佛 佛也念我们 就如大师之菩萨念佛原通章说的 只若义母 这是比喻 我们是孩子 佛菩萨是父母 只若义念父母 如母义时 如母经念我们一样 母子立身不相违缘 母子从此之后不会分离 心心相应了 所以若众身心 义佛念佛 我们升起 想佛念佛的心 现前当然 感应到交了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好 接着下面四句 书超的话 是用反面来显示 反显 反面来说 是心做佛 心不念 而佛不做 即佛显心 佛不称 而心不显 这四句说得很好 是心是佛 是修德 是心去 是心做佛 这个是修德 但是你心不念 你心不念佛 就念贪嗔痴 那佛就做不了 可能就做恶鬼地狱畜生 因为一切法从心响生 所以四心做佛 是修德 你好好念 才能深深唤醒自己的佛性 如果说四心是佛 那个是性德 就是本来具足 那四心做佛 那是六祖说的 能深万法 他能深佛 就是自己要做佛 做佛 怎么个做法 就是要念佛 你心不念 佛就不做了 三十系念 有一句 很重要的提醒 当然这种提醒 也得要我们自己 很用心去观察 真的 中风禅师讲的太有道理了 因为中风禅师说 须于背念佛之心 须于是很短的时间 我们违背了 念佛的心 没有念了 刹那即结业之所 一不念佛 就念轮回业了 轮回心 照轮回业了 那这个我们得观察观察 我们一定不念佛 在念什么 想某一个亲戚朋友 请问大家 想哪个亲戚朋友 能不能去极乐世界 不行 因为这些人物 都在六道轮回里面 你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 你一不念佛 想哪些事 这些事 都是在轮回里面的事 你都在牵挂这些事 这个就是轮回心 结轮回业 甚至还有放不下 你喜欢吃的东西 你喜欢玩的物品 昨天 刚好跟一些企业家见面 我说把生命的最后一刻 看清楚 再来经营人生 不一样 因为他们 工作都很努力 我看一天可能都超过十个小时 生命最后一刻 双手双脚一摊 什么都带不走 身体都带不走 身外之物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假如努力了一辈子 都是为了身外之物 那也带不走 要努力带着走的 你看清楚了 那身外之物 够用就好了 不要努力了 几十年了 身外之物 拥有一大堆 最后还变成累赘 你这些股票很多 每天还在那里提心吊胆 会不会贬值了 房子还要装修 甚至于每一年还缴房屋税 房子很多 这些都得超新了 这个都是家累 变成新累 累赘了 我说你假如还有古董 那古董有的是价值连城 你把它放在这个古董室里面 那这个要小心 你放在心上离不开了 你就被它拽回来了 你的断气之后 灵魂本来要去极乐世界 一想到它被它拽回来了 结果一拽 这个古董室里面 没有爸爸妈妈 只有公的母的 什么公的母的呢 蟑螂 蟑螂 蚂蚁 这不是开玩笑的 是吧 你想念它 你的神势就到那去了 那只有这个胎可以投了 像我们出了家了 哪一大藏 这个藏经楼里面 哪一部经很喜欢 那麻烦了 这个神势就投到藏经楼去了 哇 书里面的书虫啊 大藏经里面也没有爸爸妈妈 有的呢 那佛事里面啊 收留了狗啊 猫啊 所以我们出家人很危险啊 有佛事里面有放不下的 这掉回去 敏兰话说 大藏大藏啊 这个事太大了 有啊 寒山石德啊 这个文殊普贤再来了 他们在佛事里面就视线了 佛事里啊 附近啊 刚好可能有放生啊 这些牛啊 马上把这个佛事 几个祖师还是 各个负责的 喊他们的名字一喊啊 那牛来了 哇 全世界人都看傻眼 以前这些老前辈呢 怎么一叫他的名字 那牛都来了 提醒这出家人啊 不能有放不下的 佛事放不下的 就拉回来了 佛事里面可没有爸爸妈妈 所以这个 你有放不下的人啊 事啊 物啊 所以说 你心不念 佛就不做 佛不做 佛不做 但是会做 地狱恶鬼畜生 只要起贪嗔痴 就变成 种了三恶道的业了 所以我们对念头 还认识清楚 不是开玩笑的 用心皆明定业 我们起个心念 就是一个种子 就是一个种子种下去了 能牵来报 这个种子 欲缘 它就会果报现前 种 忏不往 忏悔也没有办法 把这个 种下去的 种在心田里面的种子 去掉了 认识到这一点 不能打妄想 更不能起情绪 更不能起贪恋 一切人事物都要放得下 要念阿弥陀佛 所以心不念 佛就不做 你就不能成佛 就不能做佛了 所以 做佛 成佛 这个名词 要拿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恢复我们自己的本能 本能 就叫做佛 我们自己本来是万德万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这是本能 做佛是恢复本能 恢复真性 称性起修 这个叫做佛 这样叫做佛 恢复我们 万德万能 这个大家愿不愿恢复万德万能 这个事不能勉强 那我们就要老实念佛 这个万德万能就能恢复 而且我们知道自己有万德万能 就不能糟蹋自己的本能 要烦恢复做主 就是糟蹋自己 所以老和尚常常举海贤 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 他老人家活到一百一十二岁 所以他是 念佛不中断 所以他老和尚算了 他二十岁 老是教他念佛 他很老实的 可能念个五年左右 功夫成片 再过个五年 差不多三十岁 事一心不乱 继续念佛 因为这个是成佛最快的法门 上一次跟大家提到了 这个淨潮 有一位贫穷的人 他念阿弥陀佛念七天 阿弥陀佛现身为他说法 他就正无身法人 那是事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 七天 而且这一位菩萨在清朝 刚好他当时候一起修行的十二个道友 经过一千多年 又聚在一起了 他来给他们说法 最后编成一本书 叫西方阙子 这位菩萨叫绝名妙行菩萨 你看他老实念七天 入 理一心不乱 所以他教给我们的教诲 很有味道 也是这里强调的 不能不念佛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得念头死 就让心不要再起妄想分别之主 这样我们的法身佛就能现前了 虚如法身活了 这个就恢复自己的万德万能 恢复法身 那就可以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千处祈求 千处印 所以老阿尚算下来 海贤老阿尚四十岁 理一心不乱 所以他老人家讲到 他什么都知道 那就是大策大悟 明心见性 诸位同修 老阿尚算海贤 老阿尚四十岁就 明心见性 请问算给谁听的 哈喽 算给谁听的 老阿尚在那里讲经讲了那么多次 我们边听边说 海贤老阿尚再来人 我们不可能的 大家注意 再来人 有没有说 我要表演四十岁 理一心不乱 我要表演 让他们都做不到 有没有可能这样表演 再来人表演 没有起心动念 叫随众身心 因所自量 应我们的鸡 表演的 他自己没有起心动念 那会不会应我们做不到的鸡 老阿尚说 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 表演完了说 嘿嘿对不起 你做不到 所以我们听老阿尚讲经 当机者 老阿尚算这一段 算海贤老阿尚怎么用功的 怎么成就的 四十岁就达到什么境界 算给自己听的了 这样我们就会去效法 海贤老阿尚 这样也没有辜负老阿尚 他的慧眼 提醒我们要观察 贤功的表法 表演 那我们也没有辜负贤功的 良苦用心 他老人家为谁 来表演 李品兰老师说 几人长夜行 不负转轮心 不辜负他们的表演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意识 清楚明白地了解 不能误会 是心是佛 是我们的性德 但是呢 你得要修 你不肯念佛 妄想做主 你朋友的佛性 性限不了 所以修德有功 性德方显 我们老实念佛了 那性德就慢慢透出来了 本能就慢慢恢复了 还有许多人不愿意做佛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愿意做佛呢 做佛有什么好处啊 做了佛一天到晚 在那里盘腿不动 坐在那里 天天受人供着拜 他以为做了佛 就像佛像 一天到晚不要动 让大家拜 那这个佛有什么意思啊 那这就没意思了 有些没学佛的人 你没有跟他聊 你不知道他的认知 是什么情况 我曾经跟一个长辈聊 他说 念佛 极乐世界不可能 因为我犯了错 我不可能能做佛的 没人跟他讲佛法 他就有自己的想法了 这位忍者 没学佛的人 对佛有没有他的认知 我跟他保证通通都有 他虽然还没学 他看到学佛的人 他看到他会有他的想法 他可能也听人家讲过一些佛法 他也有他的认知 所以我们一般推荐人学佛 我都推荐认识佛教 老婆上很重要的开示 才能够修正 他对佛法 可能已经有的认知 是成见 一般我们没学佛以前 也把佛法做宗教 把佛菩萨当神 宗教是神跟子明 佛法是教育 是师生关系 所以我们称 释迦牟尼佛是本师 根本的老师 包含我们也遇过 亲戚 这个学佛 挺好的 我五十岁再来学 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老儿上当时候出家了 回到他的单位 他们的同事 水平都很高 老人家所在的单位 那不是一般的单位 当时候 单位负责人是 蒋中正先生 那不是一般的单位 水平都很高 老人家学佛了 老人家学佛了 回到单位 因为师长很重情谊 常常会看同事 包含老人家90岁了 90多了 回到台湾 找小学 初高中同学 初高中同学来见面 结果去到办公室 这些同事说 佛法很好 等我退休了再来学 都有他的想法 后来大部分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还没退休 命到了 受命到了 没学诊 第二种 真的退休了 身体摔了 没体力了 要用功 要学 比较难 所以无量寿经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何不于强健时 努力修缮 愈何待乎 所以诸位同学 警觉性要高 趁身体好的时候 赶快修 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阿弥陀佛 住修 断二修善 积功累得 是住修 在哪里断二修善 积功累得 决定没有离开 我们的本分 五轮本分 所以敦伦净分 是大道 你在哪里修行 在哪里行道 在哪里行菩萨道 没有离开我们的 轮常本分 你今天当妈妈 当爷爷奶奶 你一心 你一心要把孩子 孙子 培养成 栋梁 利益众生 你就在这个角色里面 积功累得 这个是硬光祖师讲的 我讲的大家不一定相信 硬光祖师说的 成家的人 最大的功德 把后代交好 第一功德 那成家的人 第一个罪业是什么 没把下一代交好 再去伤害到别人 那这个我们当父母 这个有责任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言 师之度 可是有时候 我们在教育子女的时候 会起 推卸的心 没有尽力 没有用真心 看他 他不怎么 听话 就起情绪 算了算了 不管 这个本分事 可不能说不管 你不能看着自己的骨肉 堕落 要有情意 要有道义 无情不能修道 跟你最轻的人 你都不渡 你都不尽力 那还能去渡众生 今晨所至 经时为开 我们对待自己骨肉 真心现前 能把他的善根唤醒 包含 你经营企业 经营事业 这个都能 积功累得 你看老儿上 曾经有一个专题 对企业 当时候是对 饭店 讲到了 这个老板是佛 员工是菩萨 这个企业的经营 利益众生 行菩萨道的 所以 敦伦敬奋 没有离开 这个 积功累得 没有离开我们的本分 而且 只要我们 想积功累得 离开了本分不做 那我们就 破坏佛法的形象 因为 连本分都不进 人家社会大众一看 这佛不能学 你看本来要好好教子女的 跑道场去念佛 不教子女 我在 十八年前 当时候在如江 遇到一个教育局的女局长 那局长重视中华文化 那我们都很欢喜 要请她吃饭 跟她多聊一点 结果她给我讲了个真实的例子 她说 有一个幽额园园长 他们当地的 幽额园 不管 跑到当地 一千多年的佛事 去做义工 这个幽额园园长说 一千多年的佛事 才有功德 自己幽额园 都不管了 人一执着起来 如入无人之境 所以那个执着镜一起来挺恐怖的 你看都顾不到孩子 这些幽额园的孩子 这些幽额园的孩子 都顾不到员工了 员工怎么看 社会 大众怎么看 这个 教育局局长怎么看 大家就想想为什么 印光祖师 李秉兰老师 老和尚都要强调 敦伦敬奋 不尽伦场本分 学偏调 会以身棒法 所以几位祖师 包含老和尚才高度重视我们 要从敦伦敬奋来修行 所以这个大众 他怎么了解佛法 往往是他身边亲戚朋友 谁学佛 给他的印象 所以像这一 这里老和尚提到了 他不愿意做佛 他说做佛太苦了 一天到晚坐在那里不动 让别人来礼拜 太辛苦了 这个是误会 那一般的大众 像成德遇到的亲戚朋友 他们就觉得老了再来学佛 大家想一想 我们现在业力还是很重 你看吃的东西污染的不少 这个烦恼又多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人身体有问题的年龄越来越轻 包含人年纪大了老年痴呆的比例不少 那个都是业力 早一点修 这个业能消掉 早一点治病 那个病就好治 你等到它变成癌症就不好治了 身体是这样 心灵也是这样 那个业力 它还没有形成 没有形成定业 你勇猛精进 重罪轻爆了 等那个业形成定业了 你要消就不好消了 就做不了主了 所以修行不能是等到年纪大了 何不于强见识 努力修缮 这个大众的情况在给我们说法 诸位同修 你们现在身边有没有老年痴呆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感觉 这个菩萨在给我们说法 我那天遇到一位女同修 她父亲老年痴呆 但是她蛮努力在帮父亲的 因为身体的病 无微不失得健康长寿 所以这些身体的问题 可能跟我们伤害众生有关系 无微是让众生没有恐惧 你却爱护众生 所以吃素放生 这个都是无微不失的 结果她父亲 只要一放完生 情况就好转一些 你看修阴得果 你在阴上给她修好的阴 她不好的部分会改善 所以师长这里就说了 做佛实在讲 是做究竟圆满快乐幸福的人 那才叫真正的佛 因为佛是绝 在哪里绝 她说的每句话绝 大家想一想 我们今天不觉悟乱讲话 会幸福快乐吗 我们举这个小阿语 古代小朋友先学的第一本书 打人就是打自己 骂人就是骂自己 你今天骂人了 种了这个因 这个果迟早要回到自己身上 所以我们一骂人就是不觉了 所以我们一骂人就是不觉了 你迷惑了 没有觉了 造了口业 最后要受报了 受报可能嘴巴会烂 口与他说 口与他说 口业 佛讲了一切行为 身口亦三业 都要绝 我们口不忘语 不两舌 不起语 不恶口 才能得到 圆满快乐的福报 不杀身 不偷盗 不携盈 你要绝 你的生活才会快乐 万恶盈为首 你看色字头上一把刀 你犯携盈 折掉大半的福报 那个果报很快会现钱 那怎么可能会幸福快乐 所以要赶快学佛 觉悟 才不会种下 人生的苦难 才会种下 能得到究竟圆满 快乐幸福的人生 所以什么时候要学佛 就是什么时候要觉悟 什么时候要自爱 不要干害自己的事 觉了才能自爱 才能爱人 所以你这样 去让亲戚朋友知道 学佛就是学觉悟 面对当前自己的家庭 事业关系 都是用觉悟去处理事 这叫学佛 每天都要讲话 都要做事 说错话 做错事了 都要承受后果 所以要赶快觉悟了 不能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最近接触 一些小孩 有从胎教开始的 那些孩子 十节姻缘抓得好 性穷都非常好 也有遇到孩子 父母确实很爱他 但是有溺爱 看不到孩子的问题 在大学里面讲 好而知其恶 你喜欢孩子 爱自己的孩子 不够理智 你就不容易看到他的问题 物而知其美 你讨厌一个人 你就不容易看到他的优点 天下嫌疑 你喜欢他 又看不到他的问题 你就帮不了他 变成溺爱 所以要觉才能把孩子教好 觉才能把事业办好 所以还没学佛的人 你把他开解清楚 佛是觉 那铁定他要赶快学佛了 所以他连佛的意思 都没有搞清楚 他要搞清楚 哪个不愿意做佛 谁不愿意自己幸福 谁不愿意自己圆满快乐 都愿意 这个我昨天 刚好到一家企业学习 因为老阿上说 二十个企业落实传统文化 可以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 这是老阿上开出来旧式的法药 那我们也得有机会 向人家发心的企业 学习学习 那刚好跟他们交流 我也请教他们 你有把握你跟你的孩子 不会手机上瘾的 请举手 大家现在观察一下 你上了公车 上了大众运输工具 你看到什么情境 我前不久在台湾 一上捷运 所有的人都是低头主 我感觉未来这个调整 这个颈椎的一定赚大权 因为你看继续这样低下去 铁定脖子 要出现状况 现在看手机的知识 跟一百多年前吸鸦片的知识 差不多一样 都是中毒 这个手机出现了 你不学佛 你不觉悟 你会被他牵着鼻子走 任言经说 若能转悟 则同如来 你不能被他转 你还要转他 你被他转 看到一两点两三点 你都控制不住自己 你现在控制不住自己 你的子孙 都看着你 你都给他们做不好的影响 我好久以前就听到四句记 还算是六句 以前不离不弃的是夫妻 现在不离不弃的是手机 一击在手 天长地久 连要睡觉了都舍不得他 甚至睡着了还握在手上 一击不在手 魂都没有了 我手机勒 我们现在要幸福快乐 不简单 你得把佛法用出来 不然你会败在手机之下 要有智慧 要有理智 要有定力 界定功夫要过 不然就被境界转了 净土违规 怎么可以被他拉走 要念念求生进度 目标要真性切愿 还有问他们 你有把握你跟孩子不得癌症的请举手 不得忧郁症的请举手 不会离婚的请举手 不会父子兄弟上法院的请举手 不会寻短的请举手 我问了几个问题下来了 大家注意 我问了那么多个问题 只要有一个情况出现 你要幸福快乐 就不容易 所以要赶快觉 身体祸从口出 病从口入 吃的东西要注意 吃什么最重要 无苦为养 主食最重要 请问现在大家的主食有没有污染 你每天吃污染的 那迟早出问题 再来就不能污染了 我今天遇到一位 我觉得也是很难得的同修 他发心做有机农业 做了两千八百多亩 价格很便宜 他的目标 2030年 有机产品跟四千的价格一样 他的愿很大 他的愿就是让贫穷的人 都能吃上健康的食物 我说这个愿一发 马上佛菩萨祖先都加持他 这我是深信不已 我们当初在炉江的时候 有这二十九亩地 当初在整那个地 喘不能堵 我也在现场 在整那个地的时候 挖出来都是那个建筑废料 那个钢筋水泥都有 住在旁边的这个农户 都算邻居了 这个我看要种出好的东西不容易 结果我们隔年风收 光是那个番茄都长得很大 当时候有绿色课堂 晚上一起唱歌 拿去给了当地的镇民吃 结果这些农民 本来说我们种不出东西来了 结果丰收 他们下了一个结论 可能种的人有爱心 你这个田地是一报 随着正报转 你用爱心去种 它这个物质是会转变的 包含我们种 那个鸟做窝 你的手都可以碰到 它不怕你 它可以感觉到你的心 而且我看到那些鸟 我就想到一句话叫 肥水不漏外人田 我想那些鸟一定会把它们的贡献 它的米田贡 都撒在这个地上 这最好的有机肥 爱人者人恒爱之 爱物者物恒爱之 最近遇到很多在农业界 行菩萨道的同修 我对他们也很敬佩 而且看到他们就想起 我差点就去做农夫了 我当时都已经找好公司 要去做有机农业 结果想出去度假三五天 结果一度就住在台东 七个月了 最后两个月带课 然后就教孩子很重要 孩子也很受教 才去补习班开始准备考老师了 所以我看到他们 我说主办圆融 你们是主角 我配角 我随喜你们的功德 然后我跟这个同修讲 你这个配亚米这么好 假如我吃胖了 我就是火广告 我就可以做代言人了 所以这个主食不能是污染 而且尽量不要吃白米 我们说不要吃白米白面白糖 这个可能会变成身体的负担 你加一点胚亚米 甚至多吃胚亚米 台湾是糙米多 口感可能有一些人比较不适应 但胚亚米就没这个问题 也很好搅也很香 你吃过胚亚米就觉得白米没啥味道了 好 而这些善的行业 也是需要我们去支持它 因为说实在的 我现在体会 了凡世讯说的 善事常义败 善人常得棒 现在要成就善事不容易 为什么 他要去做那件好事 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你看一个农业地污染 他要找煤污染 空气污染 他要找空气不污染 水污染 你看现在做好事 挑战就来了 所以他们能坚持十几年 那精神令人佩服 好 所以我们要学到正确的思想观念 我们才知道怎么吃 我们才知道怎么思维 不然随着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 这个心上的烦恼越来越多了 你求不得苦越来越多了 心有千千结 所以赶快学佛 懂得伦理道德 尤其夫妻相处影响下一代 你看老儿上的法语 你真用了 真得利益 夫妻相处的一句真言 白头偕老一句真言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铁定这个夫妻关系就变了 那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其实五伦关系都是这样 我自己也在人与人相处当中练 他有问题我们都不说 他的优点我们就赞叹 自然而然 他不好意思 自然而然 他的善根就起来了 而且对我们 我们刚好练普贤行 普贤行理尽诸佛 我们把人家的不好放心上了 就不能理尽人家了 我们没有放不好 都看人家好 称赞如来 就很自然可以做出来了 而且我们现在要扎根 太上感应篇说的 男要忠良 女要罗顺 我们要为人言说 男重要扛责任 为家庭 为家庭尽忠 为社会尽忠 尽力 而且善良 女要罗顺 你看男女有阴阳 女人不罗顺 太刚 男人的阳气 都被遏制掉了 都粘了 所以现在我们女性同胞说 这个男重都不够扛责任 相互影响 是吧 一个巴掌拍不响吧 大家同意吧 好 所以 太上老君 这么苦口婆心 是有他的道理 大家做做实验 男忠良 女就变柔顺 女柔顺 男也变忠良 这个良性循环 就转动起来了 对不起 我刚刚这段话 我也做不了实验了 诸位忍者 你们发发心 真干 我以后就有 我就可以for example 我就可以举例了 尤其 我看上去 我们女同修比较多 尤其你本来刚讲的 能转过来 那你这是阿弥陀佛 功德无量 所有的 你的女性朋友一看 她都能转 你就给大家信心了 好 所以 谁不愿意自己幸福 不愿意自己圆满快乐 都愿意 那都要学 都要学觉悟 都要学觉悟 才能处理好每个关系 好 所以 佛才办得到 究竟圆满的人生 不是佛 做不到 所以要把佛的意思 搞清楚 我们要做佛 心要念佛 集佛显心 因为佛就是心 佛就是我们圆满的真心 一丝毫迷惑都没有 如果心有一点点迷惑 就不能叫佛了 那只能叫菩萨 不能叫佛 佛心是一点迷惑都没有 等觉菩萨 像观世音菩萨 大世子菩萨 还有一品身相无名 没破 那就是迷 还有一份迷情没破 他那一份迷情破了 就不叫菩萨 就叫佛 由此可知 佛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心里完全不迷 这叫佛 心要完全迷了 那就叫地狱了 所以现在迷得严重 是人中地狱 那自己很苦 可能亲人都跟着他苦 所以使法界来讲的话 意思就是这样 好像菩萨有九分觉悟一分迷 圆觉有八分觉悟两分迷 神文 就是阿罗汉 有七分觉悟三分迷 迷雾上分的 天人有六分觉 有四分迷 人间是一半一半 五分觉五分迷 所以使法界是这个分法 所以说佛是完全觉悟 没有迷 地狱是完全迷 没有觉悟 所以他受苦的时间太长了 那恶鬼是一分觉九分迷 畜生道是两分觉悟八分迷 就这么回事情 所以使法界就是迷雾不相同 迷雾的程度上不相同 好 所以从修德上来讲 能显真心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所以你念佛这个真心才能现 能生万法 所以集佛能显心 我们显心用什么方法 显我们的真心 用念佛 义佛 心里想佛 口里念佛 所以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了 不用其他的方法 就可以心开就是恢复本性了 所以佛不称而心不显 称就是称念佛号 我们不称念我们的真心觉性不能完全显现出来 在末后呢 这两句是总结了 所以择之念佛一门成为见性成佛之妙法以 总结这一句 念佛法能是我们最快能恢复本性的妙法 所以大吉经说的 若人但念阿弥陀 四名无上身妙禅 禅已经很高了 很高的大臣佛法了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无上身妙禅 你看洪一大师说的 这句阿弥陀佛 阿且陀药 阿弥陀药就是万病总治的药比喻 舍此不服 你舍这个法门 不依教奉行 不念佛 非愚极狂 不是愚昧 太狂妄 那师长老人家说了 禅家最高的目的 是民心见性 见性成佛 念佛也是见性成佛 再跟诸位说 禅宗里面见性成佛 成了什么佛 这个大家疏忽了 没搞清楚 成什么佛 密宗里面讲 吉身成佛 成的什么佛 也没搞清楚 如果你要是搞清楚 的话 比不上念佛成佛 念佛成佛 是成原教佛 禅宗里面见性成佛 是成的藏教佛 通教佛 别教佛 不是原教 如果他能成原教佛 他们 假如一成 就是成原教佛了 那十地菩萨 始终不离念佛 就不必要了 他已经成就境佛了 那为什么说 十地的菩萨 始终 始是初地 终是十地 那他就不用念佛了 他已经圆满了 我们再看刚刚讲的 十大愿亡 倒归极乐 那些都是 已经录了法身 破一品无名 正一品法身 四十一位法身大师 四十一个阶位 那他们为什么 还要倒归极乐世界 他们还不是原教佛 还没究竟圆满 所以他要念佛干什么 因为他这样 才能成原教佛 所以十地菩萨 始终不离念佛 换句话说 禅宗最高的境界 只能达到别教佛 所以这个诸位 要知道 要明了 密宗成佛 成的佛 比禅宗的佛 还要低一级 一般讲 藏教佛 他那个程度 只等于阿罗汉而已 诸位要看 印光大师文操里面 那些开示 谭老法师 有些著作里头 也讲到 都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所以跟念佛 成佛 不能比 佛 天台讲 有四种佛 天台中讲 藏通别远 我们要晓得 他成的 什么佛 所以现在大陆上 因为我们 这个讲记 老和尚是在 1988年 7月4号 开始讲 这个原通章的 所以当时候 黄老 在北京 在禅密的造诣 都非常之深 他是密宗受过灌顶的 金刚上师 现在他也不修密 也不参禅 他专门念佛 为什么 他明白了 他是金刚上师 他不传法 谁要跟他学密 他不教 不传法 他劝人念佛 这就是给人 第一等法 最殊胜的 真实利益 我们台湾 有一位高僧 广青老和尚 他是禅宗 成就的 可是你看 成就之后 没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没有我修的法门 他还有一个念头 我修的法门 那就有我像 他已经 见性了 他往生的时候很殊胜 空中一道光照下来 他老人家坐着莲花被接上去 我有 我有幸去过庙通寺 在我们高雄 就有看到这个照片 欢迎大家有机会到台湾看看 这个是广老在高雄的道场 他老人家 入了境界了 人家 问他怎么修行 他都是说 老实念佛 是第一等法 也是弃众生的根性 所以要晓得 念佛一门 真正是见性成佛的妙法 古人说 华言法华 都是无量寿经的续分 是无量寿经的引导 你才晓得 念佛法门之殊胜 也确实 华言经末后 普贤行愿品 也是倒归极乐 所以是无量寿经的续分 所以这个无量寿经 它是大臣当中的大臣 一臣之中之一臣 了意中之最了意 这绝对不是净土中的大德 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份 这是给大家说的真实语 说的真话 绝对不是夸大 因为净土中的这些大德 说老实话 最初都是不相信净土 都是排斥净土 印光大师的传记 我们看到 他老人家二十岁的时候 根本不相信佛教 学佛根本就不赞成净土 到最后佛法真正搞通 真正明白了 这才是祸 你看五一大师也是通中通教 最后生了一场大病 领悟到还是念佛 最殊胜最稳当 所以好西有道人 西方极乐世界真有 这个都是祖师给我们的视线 所以才晓得 净土殊胜 无与伦比 好 所以印光大师的末宝 这个成德 初学佛 每次看印竹的末宝 感觉都好像电道一样 这祖师 透过祂的末宝 射受我们 老人家写到了 人皆可以为尧顺 人皆可以做佛 念佛方人消树叶 真的老实念佛 这个树叶能消掉 结成自可转凡心 我们念佛的时候 真的非常真诚 恭敬 就能转凡心 为佛心 像海贤老上 看齐 任何方法都消不掉的业 这一句佛号消得掉 我们不辜负 这些祖师 这些开示对我们的互念 包含不辜负他们的表演 刚刚提到黄念老 禅宗密宗成就这么高 最后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而且他老人家 平常一天念三万 最后几个月 每天念十四万声 境界那么高 为什么这么用功 表演给谁看 给我看 让我不要掉以轻心 老人家成就那么高 都这么用功 我怎么可以掉以轻心 懈怠 老人家还要注解 无量寿经 很多工作 他一天三万 你们有没有看 黄念老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佛祖还在动 黄老也说 一天要念一万 不念一万 不叫念 那当然 你假如念佛念得比较慢 那是另当别论 你念的色星就好了 不然有些人念得很慢 阿弥陀佛 你只要再念一万 那工作不用做了 我们一般是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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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速度来念 你自己去感受感受 你就会很愿意 听这些高僧大德的话 请问我们一天不念一万 其他时间干什么 打妄想 那不就妄想的时间多了 念头多了 那这个念佛就很难得力了 那只能跟极乐世界结一个缘 种一些种子 去不了 不能跟自己无量劫来 稀有难否的因缘 开玩笑 要越念越多 越念越提得起来 我个人感觉 你不念佛 你的心不够定 你每天会讲错话 会做错事 你会跳不出家庭事业的 那个恶性循环 你有定了 你才能去处理好事情 你心定了 话说对了 决策做对了 你不能恶性循环 越没时间又越不念佛 就恶性循环跳不出来 所以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当唯一 要求我们把念佛摆第一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